所以那個就是與蕭來應徵設計工作的事嗎? 對 那你可以那個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葉涵玉 然後我是畢業於今年六月畢業福人大學社工系 然後目前呢我在外面有上關於平面設計的課 上了一年半 然後對於PS AI這個部分就是正在學習當中 那你之前一年半都學了哪些東西? 有針對產品的精修修土跟合成這兩個部分 然後再對於就是有學關於logo的製作跟標準字的設計 可以講多一點嗎? 有沒有說你學logo的製作或是標準字的設計? 嗯...之前的話是有針對 就是有做一些練習 像是對於紅葉蛋糕 就是我們針對這個品牌 然後有做出一些logo的再設計 然後另外這是關於logo的部分 那另外我有做的是創意海報的部分 就是由結合三性設計 然後製作出就是我們一個主題是針對於時間 所以我們要發表的是時間 就是那時候是要表達人 然後我們利用五感 那我的部分是負責以時間去做設計 然後發想出一張海報是想要透過在這個忙碌的時代 然後人們在忙碌的時間當中可能是去控制 然後在當中就是有用三性設計來表現出金屬跟錯字的感覺 然後也用自己畫的線條 就是把那一幅圖片 那一張海報做表達 所以那個海報是你算是接案 就是別人委託 有另外一個付錢的人 他告訴你要怎麼做 然後你按照他意思去畫嗎 還是 這是我跟組員 就是我們自己的一個成果的發表 所以是你們自己想的 對對對 好 那你們畫這個時候 就是你說你想要表達什麼很充滿的感覺 因為我們原本一開始選定 就是其中我的組員是他是做電音的 所以我們想要 我們一開始的發想是 我們想要有沉浸式的體驗 所以我們就往結合電音 所以用了三性設計 只要近景點比較紅 然後就想要用視覺上看起來比較 金屬感的字體 然後去表達 然後去表達 那我的部分是時間 那其餘的部分 同學可能是以運動鞋 就是腳步 就是用腳踩實地 然後另外一位同學 他是做可能他人的眼光 這部分 然後我分配到的是以時鐘 時間 那你們這個設計 是要給誰看的 所以你們目標的觀眾是怎樣的人 我們那時候是以定位 就是以創意海報為主 所以是以課堂中的發表 那創意海報的話 你要貼在哪裡啊 就是你 難道你這個海報就是課堂發表完就沒有用了嗎 那時候的假想是可以把它放在像是議題 或是像是一般的捷運的那些路邊 我們的假想是有做maga 所以應該是任意的路人都可以是你的受眾的意思 對 那任意的路人你們想要讓他看到的是什麼 嗯 我們想要讓他們看到的是 嗯 在這個忙碌的時代 是可以 是 因為說在這忙碌的時代當中 可是很多人會 迷失在可能衝衝的過程當中 沒有用五感去體驗 然後三星設計這個第一個想法是覺得說 可以再搭配當時同學有設計出的音樂 如果在貼在路邊的時候 是可以一邊就是藉由音樂去讓人感受到說 其實很多時候社會大眾是對於很多人是有刻板印象的 那要拿回這些五感才不會讓自己迷失在 我們原本可能有存在的一些刻板 或者是微奇事當中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你們覺得現代人就是生活忙碌 然後所以沒有什麼機會 就是使用自己的五感去探索這個世界 嗯 可以這樣講嗎 對 那你覺得你自己有在用五感探索世界嗎 我覺得有 那你可以講一下 就是舉一些實際的例子嗎 就是你有什麼樣的五感的體驗 就是讓你 就是你這輩子當中 你有什麼樣的五感體驗 是你印象比較深刻的 嗯 我自己的話我對於嗅覺是 比較 嗯 喜歡用這個感覺的 那我自己的話是 當我可能走在店裡 或者是大自然當中這些街道 我都會特別想要去把這個東西拿起來聞 讓我感受一下它帶給我的氣息跟 嗯 感覺是什麼 那如果舉例來說的話 會想要講的是學校裡的教室 嗯 就是像譬如說我們系上的教室好了 在走進去的時候 可能在一些書櫃上 或者是櫃子上面 可能會有殘存一些 可能同學張貼海報 或者是 嗯 可能原有那些書的味道 然後那些書可能同學會經常接約 或者是同學也會擺一些他們個人的物品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嗯 我是會受到影響 然後 嗯 可能隨之也會有不同的 情緒 像是可能同學就會 有時候會偷擺食物在上面 然後我就會發現 欸可能 書櫃原本的那些木質香 可能要增加到一些書的味道 就會讓我受影響 可能沒有那麼的舒服 那或者是 嗯 教室密閉起來的話 可能就會有一些 雨 或是風的味道吹進來 就會讓我覺得是 很舒服的 因為我很愛坐靠在窗邊 然後當沒有開冷氣的時候 教室門要是關的時候 我更可以聞到 來自外界 大自然的味道 嗯 嗯 嗯 大概知道 嗯 嗯 那妳覺得就是 嗯 就是妳有 就是妳有 妳生活中有 嗯 多少時間是妳可以很悠哉的 然後去這個 嗯 就是感受這個世界 優哉的感受 優哉的感受 我覺得 應該要是 五時無刻 比如說 食物上妳的 實際的經驗 實際的經驗的話 我覺得 嗯 目前的話是 隨時 都是 妳覺得目前是 隨時都是 嗯 那就是 那妳今天 來的路上 妳是 用什麼交通工具 嗯 公車跟捷運 那妳在 公車跟捷運上 妳有聞到 什麼特別的味道 我今天出捷運站的時候 還沒出去的時候 我就聞到 潮濕 然後悶悶的感覺 然後一出去 就發現 原來台北的天之下 因為我今天是從 新竹來 然後在 新竹只有上 走進口的站的時候 因為是下 就是沒有下雨 是 出大太陽 然後空氣當中 就是一個 那樣洋洋很清新的感覺 所以妳覺得這個 嗯 就是現代人很充滿 妳是從何得知的 就是妳怎麼知道他們很充滿 說不定他們也都覺得 生活很悠閒 嗯 在那個時候是 有 就是 有點像是結合身旁的人的經驗 就那個 對於當時我來說 是忙碌的 對於當時 我認識到的組員 可能他們 嗯 像我認識到一個 他是做 DJ的 然後他就覺得 他不想要在原來工作 因為很忙碌 他想要 可是妳說妳當時很忙碌 可是妳為什麼 妳從 從出生到現在 妳都是很悠閒的 嗯 我覺得以 過去是 忙碌 曾經有一段很忙碌的過程 然後慢慢轉換到現在 我知道 那和妳剛剛的說法 是妳無時無刻都很悠閒 所以是從妳出生到現在都很悠閒 還是說其實是我誤會妳的意思 妳是說其實妳以前沒有很悠閒 就是 我要講的是 我目前是 然後過去曾經有一段 並不是這樣 噢 所以妳是說妳在做這個主題的時候 妳的當下 妳就不是那麼的悠閒 對 在當時做這個主題的時候 噢 好 那妳可以 那個 講一下妳的不悠閒是 妳當時在忙碌什麼 妳在手上 所以覺得自己很忙碌 當時不悠閒是 因為我身上有 修了很多的課 我有雙足修的課 加上我的社團 以及 可能我 自己又會給自己安排很多的活動 像是 可能一些 比較 單一兩次那種講座或是課程 妳雙足修什麼課 呃 法律 好 啊妳後來有繼續修嗎 妳有修完嗎 呃 我預計今年就直接畢業就不修完 好 所以妳沒有辦法把法律修完 對 妳那時候修了哪些法律 呃 明行縣 然後再走 個人行政法 那也修蠻多的 所以妳修了這些法律之後 妳對法律有比較多嗎 我覺得 我覺得我那時候的學習方法是很 填壓太急於求成 嗯 所以我覺得 是一定是有對於 有多認識 有學到 但是對於我來說 可能那個成效並不是到 非常好 嗯 所以妳覺得法律的功能是什麼 我覺得 法律的功能比較像是 真的是最低標準的道德規範 嗯 可是如果妳說它是最低標準的道德規範的話 那 呃 假設法律規定 呃 不准同性戀好了 都沒有同性婚姻 嗯 然後 所以妳覺得這個是比較依了道德標準 那 如果更高道的標準的話 是 可能 連同性相愛都不可以 喜歡同性都不可以 這樣比較高標準 是這個意思嗎 嗯 應該說法律的話 它會 會受到各個國家民情 甚至文化的影響 那 我覺得它是最低道德標準的關係 是 因為受到這些因素 它會被影響 但 我覺得真正的價值應該是 放逐四海 皆準 不是啊 但是我 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妳的 所謂的最低其實是 那個 就是 我是說妳 妳的低不是指它 是 少 就是低不代表少 妳的低 那妳應該的話妳的意思應該是說 它是最落後的道德標準 就是 不是最低啊 應該是最落後啊 因為它很嚴格啊 搞不好法律規定很多東西都非常嚴格 但是它只是它太落後了 嗯 所以所以妳要修改妳的主張嗎 就是妳覺得法律是最落後的道德標準 嗯 我不會用落後去形容 因為 還是 那個妳覺得是最大眾的道德標準 最多人支持的 是嗎 妳覺得法律是最多人支持嗎 譬如說 台灣領土包含大陸地區啊 中華民國領土包含大陸地區啊 中華民國領土包含大陸地區啊 在憲法裡啊 這個是大多數人支持的嗎 我覺得大多數人對於法律沒有那麼了解 所以 妳說這是大多數人支持嗎 我覺得以 以偏蓋權那種方式去講話 大家會認為法律就是對的 那法律對得太好了 妳去路上跟每個人說那個 喔來自台灣福建 喔來自台灣浙江 呵呵呵呵 所以法律就是它還是會在實用上 還是會有一定上的限制 跟不符合現在現實狀況 所以我說它是路而後啊 但妳也不同意我的觀點 因為它有時候它這樣定的時候 其實是為了要在個案的時候 它是更可以有商談的空間 所以它沒有把法律就是定得 非常的嚴格跟完善 它是有點像是為了要保護 特別個案的狀況 就那種極致特立的狀況 是要特別拿出來討論 有更多自由的空間 嗯 沒有那妳的這樣講法應該是說 法律規定的非常少啊 就是它是 它是 就妳的意思說法律是 保有很多彈性啊 嗯 結果其實法律都定得很含糊不清嘛 妳的意思應該是這樣 所以它只是最大 應該說它只是最初步的 更詳細的真的就是 以個案去討論 可能有當時的法官 跟律師 但沒有關係啊 不管它定得含糊不清還是怎麼樣 那重點是它的 法律的功能是什麼 因為我剛剛問的問題是說 妳覺得法律有什麼用 法律的話應該就是一個 可以讓人有維持最基本的社會安定 妳覺得法律可以維持社會安定嗎 對 對 起碼有一個初步的標準可以做義學 所以就是當今天法律規定 同性不可以結婚的時候 同性就跑到路上去遊行 然後這樣的話就是社會是比較安定的 嗯 我覺得遊行這件事情就是有保障大家的自由言論 所以並不會因為遊行而不難 不是啊 我現在講的不是遊行的規定 我現在講的是它規定大家同性不能結婚這件事情 嗯 然後妳覺得這件事情是讓社會更安定 嗯 是嗎 就妳認為法律規定不准同性結婚會讓社會更安定 因為法律制定出來 但是還是有商討跟改變異覺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這個算說表面上看起來會是一個 人們站出來反抗發聲的過程 但其實它最後的結局就是會希望促進更好的社會 嗯 所以妳的意思就是說有一些爛爛的法律 然後這些爛爛的法律當然沒有讓社會更安定 但是反正妳覺得它應該要被修正 就妳的意思就是說如果完善的法律系統就會讓社會更安定 就是因為現在的法律系統不完善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保障社會的安定 或者是就會有人想要改變它改革它 嗯 但妳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有一套很完善的法律系統的話 那社會就應該會很安定 嗯 因為我會覺得說是時空轉換這些等等 對啊但是我會說妳的意思說它 好 就假如我們就要評價一套法律系統好壞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它達到的社會安定程度來評分嘛 就比如說今天我們假設有人覺得說 這個美國法律可能定的比台灣更好 那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社會比台灣社會更安定 類似像這樣 或者說今天有一個新加坡 新加坡為什麼比台灣高 法律家或法律讓新加坡社會比台灣社會更安定 反正妳覺得更安定是一個好的判準 可以判別這個法律定的好不好 這個法律系統沒有完善 嗯 嗯 是嗎我說妳的意思是這樣 妳認為法律系統如果好的話 它應該要有讓社會安定的效果 對 嗯 那妳覺得怎樣叫做社會安定 沒有人抗議叫社會安定嗎 譬如說像北韓社會是不是很安定 我覺得不是 對那我就說妳覺得怎樣叫社會安定 我覺得 嗯 我覺得每個人都能 有 自由然後 實現自我價值 自己 嗯 嗯 對我覺得就是這個 嗯 我覺得就是要讓每個人可以實現自我價值 這樣就是比較安定 而且每個人都有他 可以遵循他的自由意志 嗯 那這個東西其實不需要法律啊 因為現在每個人也都可以遵循自己的自由價值啊 你不如說是如果沒有法律的話 搞不好更可以啊 就是更能每個人遵循自己的自由價值啊 但是在遵循自由價值的前提是 你不可以侵犯到另外一個人的自由價值 所以他是 沒有侵犯啊 我的意思是說你沒有法律也不會侵犯啊 比如說你就想像假設地球上只有一個人 然後他就可以完全行使他的自由價值 也不會侵犯到任何其他人 那這樣沒有法律他還是超級的安定 但這個簡直就是地球上不會只存在一個人 好啊沒關係啊 對啊我們是先從這個開始嘛 我們先說如果地球上只有一個人的話 這樣的安定度你應該同意是100% 對就是因為他可以完全行使他的自由意志 也不會侵犯到其他人 嗯 對嘛就是我說這個算是你所謂的很安定嘛 對 就算他遇到四日老虎 也都不再不安定的討論範圍 就是說今天地球上只有一個人 然後他可能會遇到四日把他吃掉 但是這樣還是算很安定的狀況 對 好那沒有問題 那所以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加入如果說有兩個人 嗯 就是如果地球上有兩個人 那這樣的話那兩個人之間 他們彼此有一些可能期見 就是說他們可能有一些這個自由價值要實現 會有一些落差 可能意見會不一樣 那這時候你認為法律可以起到一個安定的效果 對 就是讓每個人的自由價值可以實現 對 那你認為是 呃怎樣可以 就是說怎樣起到這個效果 比如說今天這兩個人假設 嗯 A就是 就是 譬如說A很會打獵 然後A就是打獵來的食物 他是想要自己獨享 嗯 然後可能B就是那個 不遵守規則 因為沒有規則 因為只有兩個 所以B就是直接那個 去白吃A獵來的食物 嗯 然後這樣的話那個 嗯 就是A就很不爽 A就覺得說我打獵來的食物 我只想自己吃我不想要跟你分啊 嗯 然後可是那個B就覺得說 他就是 覺得說這個食物上面又沒寫你名字啊 就是這個食物是天賜的 上帝賜的 我就是要來吃它 你又不能拿我怎麼樣 對 那這樣的話就是你覺得法律能起到什麼作用 我覺得法律的話是給權利就是 嗯 給予那個打獵子的權利 對啊 A又規定說好 第一條法律就是 誰獵的就是誰的嘛 嗯 誰獵到的那個動物就是誰的啊 那可是B也可以說 我主張一條法律是 我們是共產制啊 這個沒有誰的獵 獵的是誰的這種說法 只要有獵來的東西 大家都分享 資源共享 嗯 那這樣的話 兩個人的法律主張不同 那要怎麼辦 我覺得兩個人的話 法律這件事會是 這兩個人所屬的地區 他們是要共同認同那個法律的 對啊 我現在說他們兩個人互相有歧見嘛 因為A認為是要 誰打的是誰的啊 B認為是共產啊 沒有誰的這種說法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就可能兩個人就開始打架了 好但所以假設今天那個 B就打贏A了 嗯 那所以這樣的話 就是B就說 欸就是要共產 然後因為A就是打不贏B 所以A就被無力所迫 就同意說好那就共產了 那這樣的話 你覺得這個就算是 那個 呃 如果以 短時間看的話 看不出來要以長時間 你可以說 因為如果長時間 就多次的事件這樣 A就 努力磨練自己的武藝 然後期望有一天 武藝比B更好 所以可以那個 打雲B就可以修法了 對 所以你覺得這樣就是沒有到 社會安定的效果 嗯 如果就是以長時間來看 這是安定 以長時間來看 這是安定 嗯 不代表我現在是說 到底是 B規定了 共產之後 這樣就很安定 還是說是A努力在磨練自己的拳頭 然後希望兒戀可以打贏B 這樣子安定 後者是安定 你是說努力磨練自己的拳頭是安定 對 哦 為什麼你覺得努力磨練自己的拳頭是安定 因為雙方其實他們都有表示他們的 心理的想法 那這個磨合的過程當中 A也是想要打贏另外一個 就是他原本打雲 年紀就是說因為至少 A他不會每天都去找B打架 他在磨練自己拳頭 但是他 所以年紀就是說 等到他有一天練得比B更強的時候 他再去打架 這件事情就是一種安定 對 所以年紀就是說如果 大家都 就是有很多的不滿 大家都 這個努力的在 這個 尋求可以改善 自己現狀的方式 然後這樣就算是安定 嗯 我認為是 哦 嗯 那這樣的話就是 那個 嗯 那所以 那你認為 所以你認為法律是 當下擁有最強武力的人 決定的 是嗎 嗯 我覺得 這個的確可以決定 那還有其他因素可以決定 還有什麼其他因素可以決定 嗯 當武力 當不需要武力的時候 可能好言相勸 或者是表達各自立場 或者是義務 義務義務 做資源的交換 可能也某種程度上可以使得 對方同意 這項法律 嗯 所以其實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覺得 法律是一種 嗯 就是 大家資源交換的規則 就比較像是某種資源交換的規則 就是大家為了交換彼此的資源 大家定定了某些規則 然後所以 這個 這些規則 就為了讓資源的交換可以更順暢的運作 嗯 嗯 那如果是站在這個角度的話 那 就是 嗯 那可好啊 假如當今天就是有一方 收到另一方的資源之後 就 就 那個 不履約的話 那要怎麼辦 譬如說假如今天 兩個人協商好說 欸 你去打獵 你打來獵物之後呢 我用這個 就是 水果跟你交換嘛 然後結果他獵物打來之後 然後 我就不拿出水果跟他交換 我就照樣白癡 他打來的獵物 那這個時候你覺得怎麼辦 那就可能就 當時定定的法律 可能會有 數字記說 如果不履約 不履約會怎麼樣 沒有 因為還沒訂到那裡 我們現在就先訂了第一條 就是你打獵 獵物跟我換水果 訂完之後 大家都同意了 結果打完獵之後 然後我就把你的獵物吃掉了 我也沒有拿水果給你 我就不履約了 那這時候要怎麼辦 這時候 改法律啊 因為會沒訂到 沒有啊 法律有訂好 法律有訂了我要給你水果 只是我沒有做 那就變成是正常法律 有人違法 沒有訂完全 有人不守法 沒有訂完全 因為你沒有訂到 如果不 不做會怎麼樣 對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要有法則 才叫做定完全 就是說 不做會怎麼樣 也要講清楚 這樣才叫完善 對 然後那個對於那個 彈性空間 就是 如果說沒有 法律沒有列到的那些 要怎麼去做個案判斷的時候 也是要看法律怎麼寫 好啊 那今天假設說 如果我把你的獵物吃白吃了 然後我又沒有給你水果 然後這樣的話 假設 按照法律規定的話 我應該要被槍斃好了 然後 假設法律是這樣規定的 然後 所以你這個 就是 A打獵回來 B就把獵物白吃了 然後 A就把B槍斃了 那這樣的話 你覺得這個算是很安定 是嗎 我說這樣是符合你對安定的定義的嗎 我覺得安定的話是 這兩個人都 打重心理 認 就是 同意這項法律 你覺得說 如果B也同意被槍斃的話 就算安定 但如果B覺得被槍斃很不爽 就還是不安定 對 那這樣的話 就是 好 我知道你安逸 所以 所以說 他 所以其實有法則也沒用啊 因為如果法則會讓一方不爽的話 就等於還是不安定 嗯 就說不是有法則就是完善 有法則也可能不完善 因為那個法則可能有人不滿意 就今天法律有規範清楚說 欸如果不做會怎麼樣 不守法會怎麼樣 但是重點是今天規範清楚不守法會怎麼樣之後 如果有人對於那個不守法的後果感到不滿 那這樣還是不安定 嗯 我覺得安定的話是今天他可以 一樣可以提出他的不滿 對啊 對啊 所以其實如果這樣的話 那個安定的要件會變成是要 大家都可以很輕鬆的對於修法提出意見 所以如果說今天一個法律系統 是大家對法律不滿意的時候 無法提出意見的話 那其實就會很不安定 嗯 但那個輕鬆也是還要一定 不能真的很輕鬆 因為這樣子法律他就會變成是沒有拘束力 就今天A不滿A說要改 B不滿B也要改 所以那個他 是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 但那個改的話不會是輕鬆的 還是要一定 經過一定的程序 因為法律如果招令令改的話 就對大家都 就是不安定 那原招令系改也不安定 對 嗯 嗯 可是那這樣的話就是 那那就是 嗯 可是不對啊 可是因為你說 就很難改也不安定啊 很好改也不安定啊 那這樣的話 就其實就怎麼都不安定了 因為要嘛 現在要嘛就是太難改 要嘛就是太好改 永遠都是不安定的 嗯 我覺得這樣還會牽扯到 嗯 在 法律的 嗯 糾紛上面的話 法官這個 成重要的關鍵角色 嗯 因為像美國跟台灣的話 在法官上 在裁決上 是不太一樣的 像 嗯 美國的話 法官的話會更多是他 由法官本人去做 裁量的空間 但是台灣的話 比較不會像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如何使用法律 那個人 就中間的腳 調停者 也會起到作用 那太好改 跟太難改 我覺得 呃 台灣的話是真的很難改 嗯 在太難改這個過程 也會是一個不好 沒有辦法讓安定 就是沒有辦法讓社會安定的一個 嗯 應該說我覺得 重要的是大家對於這場法律的共識 如果當主導有共識的時候 今天他的難改程度 大家也是認同的時候 他就會是安定 那 因為 定下來的時候 也會有考量到 可能時代在變化 像譬如說 最近 開始慢慢才有興起的數位性暴力 關於網路上那些 嗯 可能有些 女生他被 侵犯了 或者是他被他的照片 被批到另外一個人身上 然後散布不啞照 這個也是原本社會當中沒有 然後現在還開始有 然後慢慢被提出來被重視 才開始有新的法律 所以 法律一定會有一個 適用期 就是 你還沒有遇到新的狀況 我知道你 因為說法律一定要不斷的征修 才能夠滿足 時代的 眼鏡嘛 對 有不同時代要有不同的法律 嗯 嗯 但那個 你剛剛提到一個重點是 法律的 執行過程中 會有這個 所謂的法官之類的角色 嗯 那現在就是說 呃 你覺得這個法官這個角色 他是可以被疏通收買的嗎 就是說 假如說今天 欸我跟一個人打官司 我就送紅包送一些利益 輸送一些利益 給那個法官 然後法官就做出了 對我有利的 我想要的判決 嗯 那你覺得這樣是 那個 這樣是比較安定 還是比較不安定 比較不安定 你覺得這樣是比較不安定 嗯 為什麼 因為法官一定是要 客觀中立的第三人 嗯 那怎樣叫客觀中立的第三人 對 就像你剛剛講那些 收受賄賂啊 利益 好啊 那如果今天這個法官 他沒有收受利益 但是他看某一個人 他覺得那個 甲方可能長得比較正 他就 判決對甲方有利 這樣也是不公正的事 對 所以在 培訓法官的 清決條件就會包含了這個 你要擔任這個職業的倫理 等等 所以大家 一定是要收購一定訓練 所以他要具備這個倫理 對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所謂的公正的第三方的 法官這個角色呢 他是 這個 要受過某些訓練 那 那現在問題是說就是 那 怎樣叫我比較公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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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去比較 A法官跟B法官 誰更公正 就怎樣判決才叫公正 那我判 判 假方勝出 判乙方勝出 我怎麼判才叫公正 嗯 嗯 通常 通常可能會依循 過往慣例的判決 沒有 依循過往慣例的判決 是 因為剛剛都說到與遲俱進了 過往判例已經不適用了 那個太古老了 現在有新的時代啊 所以就是 應該要有新的判決啊 嗯 應該說會看的是 這件事能不能類推適用過往 曾經發生過的 如果完全不能的時候 那就會是 會有個格很多說 假說一說並說 而且其實按照你 剛剛一開始的定義的判準 其實他 判決根本 重點不是過往怎麼判 重點應該是 他判完之後 那個雙方要滿意啊 嗯 就如果他判完之後 家裡雙方都覺得 欸這個判決很公正 那這樣就沒有問題 但如果他判完之後 家裡雙方就有人抱怨說 欸這個判的不公正的話 就是很不爽很生氣 那這樣的話就是 就表示他其實判的可能就有問題 因為他沒有讓社會 更安定 是 那現在這樣的話就 就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嗯 所以你認為就是 嗯 就你認為法律不應該是拿來 掠奪他人資源的工具 是 然後 因為像你剛剛提到的是 如果說以法律來講 有法官這樣的角色的話 就會變成是 現在普遍情形是 普通人對於法律沒有認知 沒有一定程度上了解 可能就是普遍的印象 所以 對於有沒有認同這件事 都會依靠一個專業的角色 可能像律師去告訴他 怎麼樣怎麼樣 但前面那個兩個人的話 就會是你對這個法律是 因為只有兩個人所以可以了解 所以可以有主要說 喔我同意這條法律 對啊 但是其實重點是 如果一個法律 他引起了群眾的不滿的話 其實這個法律是有問題的 我說按照你剛剛的 對 標準的話 你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法律應該 不是拿來 這個 迫害他人掠奪資源的工具 所以其實就是 就是說如果說今天法律沒有辦法 就是起到一個就是讓兩兆雙方 產生共識的效果的話 其他就是失敗的 對 就今天說這個違約要賠償 那現在這個違約要怎麼賠償 應該是要 就法官裁定完之後應該 兩方要覺得是滿意的 這樣的話這個才有異議 那如果說今天違約要賠償 然後反正就是說 判賠五千億 然後那個賠五千億就很不爽 就覺得說我被坑了 我當初簽合約的時候我都沒有看了 我沒看就簽了 也會覺得說這樣就是 就是不公正的 就是這樣的法律就是有問題的 所以通常在法律上的話 會有表明 就是如果對方沒有正知道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是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反正你的結論是說 他法律應該是要服務 讓大家都滿意 對 就你覺得他應該是要以 這個 所有人都 滿意為目標 而不是 以 那個 滿足部分的人 為目標 這樣子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要辭一個假設 就你認為這個 地球的資源是 足夠讓所有地球的人 都過上自己滿意的生活的 你認為是這樣子嗎 你認為現在地球上的資源是充足的嗎 譬如我們就可以講很簡單的例子 你認為台灣的土地面積是夠大的嗎 就是房子是夠多的嗎 因為很多人都說買不起房子 是個問題 嗯 對啊 那你覺得台灣的土地是夠多的嗎 我覺得夠了 那土地夠多為什麼有人買不起房 有可能是想要買房子他們的目標 跟他們實際上他們真正所需要的不符合 或是他們想的 那些是不一定是他真正需要的 真正他可以要使用到的 那為什麼不是那個 土地被少數人持有這件事情本身 就是法律保障的少數人可以永久的持有土地 這件事情本身是個錯誤 法律更不會保障的是 就是整個貧富差距讓 沒有啊 法律有保障 因為今天假設一個人 他購買了某一塊土地 按照台灣的法規的話 是沒有年限的 但是像譬如說什麼 越南中國這些 所謂的共產國家 他們就是買不到這種 沒有年限的土地啊 他們的法律就會規定說 你買了這個土地之後 你就一百年之後 就要收歸國有重新拍賣 然後給大家再重買一次 嗯 所以你的問題是 我的問題是說 你覺得 法律規定 有人可以永久的持有土地 這件事情 你覺得是 就你覺得它 它是 它是問題 或你覺得它不是問題 因為你剛的講法比較是它不是問題 你覺得說 法律規定的一些人 擁有持有土地 那有些人就買不到 那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可能也不需要那些土地 嗯 是 對啊 那我現在是說 那所以 可是我說照你這樣講的話 其實都也不需要法律 因為大家都是那個 不需要啊 就是說 就是當大家有想要東西得不到的時候 其實問題都是你不需要那個東西 而不是因為法律的失靈呢 如果當真正有大眾 就是有 多數人需要的時候 今天國家就會出來 可能是有各種形式去徵收這塊土地 或者是 安排 比如說 呃 有人可能需要買房子 那可能就會有 有國家去 做這方面的福利措施 或甚至是社會住宅 像 如果說 以老人家來說 他可能沒有相對應的 金錢 金源 可以去買一間房子的時候 可能國家 他就會去 照顧到 之所以你說 可能在法律上 沒有辦法被照顧到 或者是 有需求的人 就會提出 像是 老人住宅 讓有需求的人 去用他能行的方式 去做到 一個他想要的 滿足他想要的需求 嗯 嗯 嗯 所以那 但是 嗯我照理在講什麼 但是所以 嗯 可是如果照你這個講法的話 那其實就沒有法律系統是不完美的啦 因為這樣的話 所有的 狀況都 大家都各得其所了啦 但是老人會變啊 時代會變每個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對啊 但是我會說不管時代怎麼變 因為法律也會變啊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是 就也沒有所謂的 嗯 這個法律有漏洞 然後這個法律系統不完善 就其實也不存在這樣的狀況啊 因為 因為那你剛剛的邏輯的話 應該你的意思是說 其實都 都是完善的啊 因為就是 嗯 大家都有管道可以 救濟啊 比如說假的今天我覺得法律 我覺得法律規定啊 土地站某些人手上 可以擁有石油這件事情 但是 我沒地方住的話 政府給我安置一個地方住 所以這樣就解決問題了 所以這個法律也沒有 不完備啊 那我意思說 那這樣的話 其實所有的狀況 也都沒有不完備啊 因為 因為本來就 生命都會找到自己的出路啊 嗯 我覺得法律上還是會有一定上 沒有跟現實符合的 所以就會有人提出說 應該要 增或減 對啊 那就會自動調整嘛 我的意思說 就 他本身就會被 慢慢 自我修復 就是說 就會有人提出來說 要修法 嗯 那所以我的意思說 所以這樣的話就是 那個 就回到那個嘛 法律會 太容易修 還是太難修的問題 你的意思說 因為台灣現在是屬於 比較難修法的 對啊 那就是 嗯 但我會說 所以就是 他問題就是 他修改的難易嘛 嗯 那因為其實 反正 但是不完再困難 反正都可以 慢慢調整嘛 就包括台灣很難修法 這件事情 也可以在日後有一天 就變成很好修法 可能會 還會變得太容易修法 可能交往過正 嗯 但這樣的話其實就是 就是 就是 我會說 法律系統都是 沒問題的啊 因為他都會被調整 就或者說 也不是說他沒問題 但就是說 反正 嗯 就是法律是沒有 沒有主體性的 就是說 就法律系統是 不存在一個 就是說 這個 完美的法律這種 東西 因為他都是在與私俱進 嗯 但這樣的話就是說 法律 對啊 就是法律的那個 就是他就是一個 很 就是他是一個比較是 那個 他主體性很弱嘛 就是他是一個比較是 那個 依附於人的 意志之下的產物 就等於說 法律是人定的嘛 其實法律沒有 絕對的一個權威 就是他不是上帝定的 就是 所以你是 持這個 立場嗎 你覺得法律是 人定的還是 上帝定的 人定的 法律覺得是 人定的 嗯 那你覺得當一個人 對這個 生活感到 不滿意的時候 嗯 然後 這個人應該 就是 怎麼做 就是說 所以他應該要去修法 是嗎 就是他覺得他 現在的法律 對他不利 所以他應該去 努力的修改法律 那也要看他 對於生活不滿意的地方 是法律造成的嗎 沒有 那一定都是法律造成的 譬如 就沒有一個問題 不是法律造成的 像是 嗯 嗯 像是 譬如說 舉一個 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有人他可能 就是 嗯 想要怎麼講 譬如說 有人他可能 想要 這個 就是 嗯 想要吃飯嘛 嗯 然後可是他那個 沒有錢 嗯 他就沒有辦法 吃到飯 但是我是說 那是因為 法律規定 不能 搶劫嘛 嗯 如果今天法律規定 可以搶劫 他就去搶劫 一下他就有錢 就可以吃飯了 所以這就是 法律定的不好 不是 不是 他可以去找一份 新的工作去賺錢 沒有 他還不济集 他現在就想吃飯 他找一份工作 等到拿到薪水的時候 都已經是明天了 那他可以去跟路上的人說 你可以請我吃飯 他可以做邀約啊 不一定要用搶的啊 他如果遇到一個好心人說 哦 我們身上沒有錢好餓 當然如果他遇到好心人的話 就解決問題了 對啊 但我現在也就是說 可是如果法律規定可以搶劫的話 就更好解決問題 就不需要遇到好心人 也解決問題啊 就只要我們把法律規定的 就我會說 就當你那個 就是身無分文又飢餓交貨的時候 你就可以合法搶劫 這樣就就不會有問題 不行這問題可大了 為什麼這問題可大 因為這會侵犯到另外一個人的權利啊 侵犯到誰的權利 被那個被搶的人的權利啊 被搶的人的權利 對 沒有啊 被搶的人的權利沒有什麼損失啊 因為他就是善心人吃啊 就當天你被搶的時候 其實你不是被搶 你是好心請人家吃飯 你就這樣想就沒事了 所以如果今天你這樣想的話 可能他就不會去告他了 所以可能今天就不成立 那他可能就成立 就會屬於他不是搶劫啊 因為今天如果是一個善心人 他就不會覺得他是搶劫 你就不會用這條法律去告他了 嗯 嗯 不是啊 可是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那就會 嗯 沒有啊 可是我會說 那我們直接把法律定成 可以合法搶劫更好啊 因為這樣才更符合 我們想要表彰的價值啊 就我們定成可以合法搶劫 然後如果對方不爽的話 他再搶回去就好了 這當然是 嗯 因為他這樣的話會有一個利基點就會是 每個人都可以 每個人的權利都是一樣的 就每個人的 嗯 條件都是一樣的 因為搶劫他需要有分 可能這個人就是他力大無窮 他很好搶 跟這個人他就是 他小孩子他搶不贏別人 這個時候就會有施公平性 所以今天如果有合法搶劫的話 會有漏洞 會沒辦法照顧到 所以因為你覺得合法搶劫 對利大的人有優勢 所以這樣合法搶劫就有問題 對 那這樣的話就是 呃 那可能 好啊 那如果照理這樣講的話 那像譬如說 金融市場 大家可以去裡面交易買賣金融商品 那但是這樣的話就對聰明的人有利啊 因為聰明人他可能買賣的時間抓得非常好 他就可以獲利 然後笨蛋進去了 買賣一通就把錢賠光了 然後這樣的話 這個法律也對聰明人有利啊 那這樣法律是不是有問題 那今天這個空間是 他怎麼可以選擇 就如果你今天你那種 沒有把握 你很笨你就不應該去 不是啊 你就不知道自己笨不笨 你去了才知道啊 那這個的話說不定他有做好他的心理準備 他願意接受這個遊戲規則 所以他是遵循他的 那好啊 如果我們今天這個 我們就不要說全台 我們就畫一個特別的區 是這個叫做搶劫合法區 如果你去那個區的話 你就可以自由搶別的東西 但你也可能被搶 那這樣的話 就是我們畫出一個搶劫合法區 這樣的話不就也可以嗎 嗯 是如果照邏輯的話 所以你其實也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本來沒有反對搶劫合法區的存在 對 那所以這樣的話如果有一個國家規定 可以合法搶劫合法區 那整個國家就是搶劫合法區而已啊 所以這樣也沒有問題 對 那這樣的話就是 所以這樣的話應該是 這樣的話你應該要主張 大家可以自由移民 因為如果我生下來的國家 是搶劫合法的國 但是我又利器小我就很吃虧啊 那我應該要可以搬去一些 搶劫不合法的國家 保障人民財產的國家 應該有自由搬遣的這個權利 自由 如果以目前來說的話 以現階段的話移民還是 就是還是有條件 但不是完全達不到的 對對對 但我現在就是說 所以理想的狀態應該要可以 完全自由移民嘛 就每個國家可以有每個國家自己的法律 但是 如果有人對那個國家法律不爽 他就應該要可以自由的移到別的國家 去過另外一個國家的生活 這樣是比較有利的 聽起來是這樣嗎 他會需要有一定限制 那你要為什麼 你要限制什麼 喔我今天不爽台灣 我要移民去那個非洲 這個 你為什麼要限制我 嗯 因為很有可能就是今天太 就是 太輕鬆了 你就隨便你人過去就可以 那有些人可能他就會被綁走 就會被擄走 這樣沒有辦法保護到那些 不想要 不想要到另外一個 地區的人的 不是啊不是啊 他被擄走 不是啊 沒有啊他 這跟這個沒有關係啊 就今天你那個 你那個他被他被擄走了 他那我就說人可以自由的換國家 他被擄走了 他就再換國家換回來就好 我相信就是說 人可以自由的移動到自己喜歡的國家 應該這樣是比較好的 我現在講的是自由移動 你講被擄走 那就已經不是自由移動了 嗯 就我說當今天我表達說 我想要 我原本是A國人 我現在想要去B國 我要當B國人的時候 這個B國不應該 說 喔我要審查你的財力 欸你夠有錢 我才讓你進來 那你這個窮光蛋一個 你滾這樣子 我說這樣的話這個B國的法律系統 是不好的呀 因為他應該要 讓大家如果想要去參與B國的 法律系統都要可以進去才對 嗯 我覺得會有限制是 如果你要保障這個遊戲規則可以持續運作 因為你的意思說 萬一有那個人進入B國 他其實不是為了遵守B國的法律 然後進去之後就不守法 就破壞了B國的生態跟秩序 就會有問題 對 所以你意思說他要先確定你是會守法 才讓你進來 對或者是 嗯 比如說這個規則是他可能有涵蓋到 就是你從一個時間段到一個時間段 比如說從小時候到高中 那如果這時候你可能一個大學生過去的時候 你沒有前面那些他們所經歷到的那些 在法律上就 呃 在玩這場遊戲的時候可能條件就不符了 可能條件就不符了 對啊對啊 可是問題就是說 那這樣的話就也沒有很公平 因為這樣的話就是會有那個 我們一開始講的那個問題 就是說 啊我的能力就比較差 就被排擠了 那我就去不了另外一個國 還有你的意思是說 你認為他是以投胎論的 就是今天你投胎到A國 然後投胎到B國 那就是因為你想要遵守B國的法律 你想要玩B國的勇氣 你就投胎到這裡 我覺得是一個緣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問題是怎麼出場 就是說如果今天我投來到這個國家 我覺得這個國家法律很爛啊 定的很差 那我要怎麼出場 你說到另外一個國家 你在出場之前 對啊對啊對啊 我要怎麼樣去到另一個國家 可能就遵循原來擁有的那個國的法律規則 合法的 在遊戲規則內 到另外一個國家 不是啊 那我就能力不計就沒有辦法 我說很多人能力不計 就沒辦法自由移民 嗯 那沒辦法自由移民的人 他要怎麼辦 那也要先看他 他真正困擾他的條件是什麼 情況是什麼 嗯 然後 再去做判定 因為如果說他真的很想要去做的話 可能還是有一定的資源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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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真心的想要的時候 我覺得 會有 宇宙會去幫助他 嗯 嗯 嗯 對所以其實這樣的話 你就還是同意其實是可以自由移民的 對 結果那些規範都是表面上的規範 嗯 你認為其實就是可以自由移民 對 那如果可以自由移民的話 其實就也沒有任何國家是有問題的 因為 反正大家不爽那個國家法律 就自由移民就好了 嗯 對 好 這樣也沒有問題 那你知道我們公司的規定就是 直骰骰到六就入群 嗯 那那個 你期望的待遇是什麼 那你每個月想要拿到多少薪水 怎麼了嗎 我沒有在思考 沒關係啊 其實你也可以不用思考 因為我們公司 對大學的畢業生 一般的 offer 就是兩萬六加上 一點一千元的 支篩獎金 嗯 對 所以就是你可以 只要考慮你要不要接受這個 待遇就可以 怎麼了 沒有 不是 我最聽 嗯 對啊 所以我是說如果你要接受的話 你就可以直骰啊 然後 就是 什麼直骰獎金 蛤 那就你每個月會那個 假設你這個月骰六點 嗯 就是你就會拿到三萬二啊 你如果骰一點就會拿到兩萬七啊 嗯 對啊 就這個意思啊 嗯 對啊 所以我是說就是你就 就如果你覺得這個OK的話你就骰 骰到六就入去了 要骰到Basic才算 就如果彈出來就不算這樣 嗯 對要重骰 如果彈出來要重骰 好 嗯 有其他的規則 沒有啊 就是骰啊 骰一次啊 就是骰一次有六就入去 沒有的話就 自己看著辦 好 可以三個月之後再來骰 嗯 我們的規定是三個月就是之後就可以來重新申請直骰面試 但是不能每天來申請 嗯 嗯 對 好 好 那你就骰 這是幾點 兩點 哎呀 這個就是 拜拜 對 這個可能不是那麼適合 對 我們的這個 國家的法律 對 就是 可能沒有那麼適合 你可以自由移民去別的公司 對 對 好啊 那就要這樣 嗯